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飞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在后疫情时代 如何加强在非洲的经济合作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重新推进 中国在非洲的贷款、投资和贸易活动显著增加 虽然中国领导人强调了数十亿美元的新建设项目 和创纪录的双边贸易数据 但这种关系仍然充满复杂性 主要集中在资源提取方面 与北京的宣传略有出入 接下来我们转向马来西亚 为了成为全球芯片枢纽 马来西亚计划在未来五到十年内 培训六万名高技能半导体工程师 政府将投入至少25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 并与大学和企业合作 吸引更多国际芯片制造商的投资 这一举措有望为马来西亚带来5000亿 马来西亚林吉特的国内外直接投资 最后我们来关注北韩最新的军事卫星发射 根据北韩官方媒体报道 北韩最近一次的军事卫星发射 以火箭在空中爆炸而告终 这是他们第三次失败的尝试 这一事件引发了地区的紧张局势 因为成功的卫星发射可能会提升 北韩的精确打击能力 进一步威胁到地区安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时报报道 随着疫情的消退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合作项目正迅速恢复 据路透社分析 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 数十亿美元的新建设项目 和创纪录的双边贸易 作为其帮助非洲现代化的承诺 然而数据揭示了一个更复杂的关系 主要是资源提取 未能完全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 尽管如此 中国仍在努力加深与非洲的经济联系 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合作 来实现双赢 《日经亚洲》报道 马来西亚计划培训 6000名高技能的本地半导体工程师 以助力其成为全球芯片中心的雄心 总理安瓦尔·易布拉辛宣布 政府将在未来5到10年内 分配至少250亿令吉 用于培养人才和发展本地公司 该策略包括与全球公司合作 吸引国内外投资 并支持本地工程师创造芯片设计 知识产权 马来西亚在半导体行业已有50多年的历史 最近通过推出黄金通行证等激励措施 吸引顶级风险投资公司和科技初创企业 《日经亚洲》报道 美国的凯悦酒店将在日本推出三个温泉度假村 提供传统的日式住宿体验 新品牌Tona是凯悦与日本初创公司Kiraku的合作 旨在利用日本的传统景观和自然遗产 首批旅馆将位于大芬县的尤布 神奈川县的湘根和路尔岛县的五九岛 每个旅馆将提供30到50间客房 平均每日房价约为一零万日元 凯悦希望通过Atona品牌 让游客体验尚未被世界广泛知晓的日本独特魅力 并计划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地点 CNN报道 中国军方在与柬埔寨的军事演习中 展示了一种背负自动步枪的机器人狗 这种机器人狗被设计用于城市作战 可以替代人类进行侦察、识别敌人并打击目标 在金龙2024演习的视频中 机器人狗在遥控操作下 行走、跳跃、卧倒和后退 甚至可以带领步兵小队进入模拟建筑 视频还展示了一种装有自动步枪的六旋翼无人机 说明了中国多样化的智能无人装备 虽然军事使用机器人狗和小型无人机并不新鲜 但这种展示表明 中国在无人装备的技术成熟度上 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去年 中国的电子权也在中检老马太阅联合演习中亮相 尽管中国是世界领先的无人机出口国之一 但其商务部去年对无人机技术实施了出口管制 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朝鲜试图发射一颗军事卫星失败 火箭在发射后不久爆炸 朝鲜的国家媒体称 这枚携带间谍卫星的火箭在发射后不久 在空中爆炸 此次发射是朝鲜第三次失败的尝试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发射后两分钟内 火箭的大量碎片掉入海中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表示 火箭在黄海上空消失 美国和日本对此次发射表示谴责 认为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 专家认为朝鲜若能成功发射卫星 将大大提升其导弹精确制导能力 韩中日三国领导人在首尔举行的三边峰会上 重申了追求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 专家还认为 俄罗斯可能在帮助朝鲜进行太空计划 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之间的合作 关系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澳大利亚女族后卫克莱尔·亨特 虽然脚步受伤 但并未放弃她的奥运梦想 亨特在三月被诊断出脚步阴力反应 但他一直坚信自己能够在奥运前恢复健康 亨特在巴黎圣日尔曼俱乐部 接受了四到六周的康复治疗 并在离开巴黎前进行了充分的训练 他从澳大利亚一个小镇一路走来 加入了巴黎圣日尔曼 经历了疯狂的12到18个月 尽管他的法语能力糟糕透顶 但他在巴黎的经历让他受益匪浅 提升了比赛的速度和技术水平 亨特表示 他在巴黎的训练和比赛经历 让他学到了很多 特别是在技术和速度方面的提升 外交官报道指出 联合国昨日表示 东亚和东南亚的合成毒品市场 继续以令人担忧的水平扩展 特别是冰毒走私路线的出现 和绿安酮生产的激增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年度报告中提到 该地区的毒品贩运集团 尤其是以东南亚大陆的金三角为基地的集团 正变得越来越有创意 以扩大生产和贩运规模 以其预见和规避政府的打击 该报告指出 冰毒的生产和贩运规模显著增加 2023年 该地区查获的冰毒创下190吨的记录 其中89%在东南亚 尽管绿安酮的查获量 从2022年的29吨 下降到2023年的23.3吨 但仍处于高水平 大部分合成毒品生产 仍集中在缅甸的B邦 特别是由反叛集团控制的特别地区 报告还强调 毒品贩运集团在过去一年中 转向使用非受控化学品 以减少供应链的中断 此外 这些集团越来越多地利用 泰国湾和安达曼海的海上路线 将大量毒品运往全球市场 The Jeremy Bowen 报道 乌克兰正面临自战争开始以来 最严重的危机 夏天刚刚开始 哈尔科夫 这个靠近俄罗斯的东北部城市 几乎无力防御空袭 上周六 两个制导炸弹 摧毁了一家DIY超市和花园中心 导致至少15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尽管如此 乌克兰人仍在努力保持生活的正常 哈尔科夫市中心的广场上 咖啡馆照常营业 青少年在歌剧院前练习滑板 乐队在地下室排练音乐会 然而 乌克兰的防御能力 依赖于西方盟友的决定 而俄罗斯 则在战场上学习和适应 利用乌克兰的弱点进行攻击 尽管乌克兰 获得了西方越来越强大的武器支持 但其进攻未能突破俄军防线 乌克兰的固有弱点在于其依赖外部援助 而俄罗斯则拥有更大的人口和自主生产武器的能力 美国国内政治也影响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拜登总统的安全补充请求在国会被拖延数月 直到4月24日才签署成为法律 这场战争正在成为一场生产力的较量 俄罗斯的武器生产速度超过了西方对乌克兰的供应 日经亚洲报道 随着美国对孟加拉国的重新接触 显示出该地区战略的转变 去年,美国资深外交官唐纳德鲁访问孟加拉国时 强调民主的重要性 并威胁对阻碍自由选举的官员实施签证限制 然而,今年,鲁的访问重点转向了经济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 他没有与反对派领导人和人权组织会面 这引发了美国是否放弃在孟加拉国推动民主的质疑 孟加拉国是美国最大的服装出口国之一 华盛顿视其为在遏制中国区域影响力中的重要盟友 尽管在2023年1月的选举后 美国总统拜登向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表达了合作的愿望 但美国政府仍对前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阿奇兹·埃哈迈德 及其家人实施了制裁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优先考虑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同时 仍试图保持对孟加拉国政府的影响力 然而这种在软问题上的接触可能会削弱美国在孟加拉国及该地区的影响力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科学家利用机器学习技术识别出环境中未报告的致癌永久化学品 这些化学品因其抗油、水和热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不沾锅、食品包装和防水防火衣物中 尽管许多已知的全服和多服挽机物质因其对器官损伤、发育问题和癌症的潜在风险而被限制或禁用 但新型PFAS替代品未经充分安全测试或因商业机密而未公开 南京大学教授威斯及其团队开发了一种名为APPID的PFAS识别平台 能够在环境样本中发现和准确识别未知的PFS 通过分子网络和机器学习技术 他们在江苏省某工业园区的飞水样本中发现了733种PFS 其中17类是以前未知的 他们的研究显示未知的PFS污染与已知的同样普遍 这一发现对于检验PFS对地球的影响至关重要 另一篇南华早报报道介绍了位于香港上环的YMCA 毕列者世界会所 这座红砖建筑已有106年历史 始建于1918年 曾是香港基督教青年会的首个总部 该建筑不仅提供了当时尖端的设施 如香港首个室内游泳池 健身房和集会大厅 还成为了香港社会发展和福利的重要场所 1922年 这里举行了Ski 讨论废除麦身为必的会议 1927年 超过600人聚集在此 聆听中国作家鲁迅的演讲 随着时间推移 YMCA搬迁自九龙油麻地 该建筑部分转为智障人士的宿舍 如今这座历史悠久的建筑 认为香港市民提供娱乐和社会服务 并继续为年轻一代提供游泳训练等设施 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 欧洲极左和极右政党的崛起 可能会削弱欧盟对中国的强硬立场 捷克的一项研究显示 这些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 预计将取得显著增长 而这些政党往往反对 针对中国的立法和决议 报告称 北京正积极与这些边缘政党建立关系 以增加其在欧洲政治中的影响力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 预测极右的身份与民主集团 将从58席增至98席 而左翼集团将从38席增至44席 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欧洲议会内部 对中国的辩论更加两极化 并可能改变现有和新的政策措施 研究还指出 欧洲议会存在安全风险 如德国极右政党候选人的间谍案 以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左翼议员提出的修正案 这些修正案借用了中国政府的官方语言 呼吁促进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eal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